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的孤車時間了 我想先問一下 來 今天把我帶來這邊是怎樣 今天是來這邊孤車嗎 是來孤土地吧 帶我來這片地方幹嘛 我這邊就看到一台 沒錯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孤這個怪手 怪手嗎 不要鬧了啦 趕快帶我來看一下今天要孤哪一台車 今天孤一台就是跟這邊呢 是有符合的 符合的嗎 讓我想想 應該 應該皮卡吧 那個太少了 孤不到啊 孤不到 真的假的 我們今天來孤的車呢 就是這一台 有看到了嗎 我真的很想要罵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可以不要每次都帶我來 孤這種老XXX好不好 這是賺錢的車呢 哦 對啦 這是賺錢的車 你每次最近怎麼搞的 都收些這種奇怪的車子啊 奶超好動 拔到他就對了 而且很少 這台車真的太少了 好 來 我來看一下 這台是 Toyota的瑞絲 2007年 1.8 1800cc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它的車身長呢 是4米5 大約在4米5左右 那寬距呢 大約是1米6多 我們等一下呢 一樣 按照老規矩先帶各位觀眾朋友 看一下它裡面的 引擎室 還有包含內裝的部分 好 Let's go 老規矩我們先看一下喔 內部的引擎室的部分 這種車看起來真的是蠻簡單的啦 只要引擎保持良好的話 看到其他東西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OK 這是我看過 近期看過最簡單的 哈哈哈哈 來 我們檢查一下喔 好 原廠貼紙 螺絲 看起來沒壯啊 看起來是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很好看啊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很重要的部分喔 這個一定要趕快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看到我們的前檔呢 已經整個是破裂了 過都破了 這前檔要整片換掉 還有這裡 目前呢 裡面已經有鏽石的情況 到時候我們會做補土 再做烤漆 來 我們鏡頭帶一下另外一邊 我們這邊的一樣 欸 這個膠條你覺得怎麼樣呢 膠條 到時候如果真的不行 是要把它換掉 對啊 我覺得這膠條也是要 再堪用一下 然後裡面一樣有鏽石 好 那一樣我們要做 整個全面線的處理 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讓我是蠻想笑的 它現在是有白眼是不是 全部都沒啥是怎樣 這個到時候把它換掉 隔二子要換 隔二子要換 它都已經跑起來了 現在看一下裡面 鏡頭帶一下 目前裡面的公里數 來到了17萬多 2007年的 嗯 可以可以 內部剛剛經過我們的設置之後 我發現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冷氣 非常的冷 開出去賺錢喔 非常的好用 其它內裝的部分沒有太大的問題 來 我們緊接著看到很重要的是 我們目前這台瑞斯 唯一改裝部件 這個原本喔 是茶刀啊 木頭的前車主已經把它改成 北梁亞的白鐵 白鐵車斗 白暖 奶燒喝董啊 奶燒喝董 剛剛我仔細檢查過後 發現有個地方比較嚴重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認真的 來把它做重新的處理 就是看到我們的 這個N檔貢 這個N檔貢我們要整個換掉 這個N檔貢我們要整個換掉 就了都會這樣子嗅死 已經破了 嗅死的算蠻嚴重的啦 那這樣開的時候應該很大穿喔 買這種貨的時候 最怕就是底部會爛 但是因為它是茶刀啊 所以看起來底部是其實沒什麼嗅死的 好 緊接著我們就馬上進行我們的 試開時間 這邊 走 吹不開 等一下 還不會開是不是 吹不開 吹不開 這裡 沒有啦 左邊踩開 我也知道左邊 這段還要錄進去嗎 好 來 我真的很久沒有開手排車了 好 來 我們試一下 來 準備囉 感覺可以喔 那個後面的N檔貢 後面的N檔貢聲音真的是有點大 我真的好久好久沒有開手排車了 手排車有一個好處 就是基本上它的變速箱沒有太大的問題 比較不會壞掉啦 我們來試一下整個轉彎的部分 我發現這個我的技術其實蠻好的 其實還好吧 不會啊 你看我真的覺得我開得很好啊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錄 好 這個地方好適合駕訓班喔 哈哈哈 手排車的駕訓班 換檔 換檔上非常的順暢 你自己在換的 對啊對啊對啊 這是我本人換得很好啊 對不對 我這樣講有道理吧 哦 可以 也可以 以後我們就開這台車這邊鼓車吧 以後我們就 就開這台車這邊鼓車了 欸 這台車真的是OK 其實我開完之後 我覺得我蠻適合去開戰車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冷氣喔 喔 有 小冷 小冷 真的蠻冷的 冷氣出風口也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啊 啊 這車不會有問題啦 我跟你說 外表齁 客廠坐坐的就可以好處理了啦 那個電動窗 欸 這手動的 等一下哪有電動窗 手動手動 欸這個 上一台 欸 你手有問題嗎 我手 有點虧窮啊 我跟你講 上台 我用手動的窗是我爸爸 在我小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車都是 手動窗嘛 也不會外掉 外掉的機率很小 好 我成功的 把窗拿起來 好不好 有點緊 我來上點油好了 好 OK 有點緊是好事 大家都喜歡緊的嘛 喂 OK 好 剛的是開時間已經過完了齁 整台車我們今天這樣看完之後呢 它現在有幾個部分是我們要認真的處理的 第一個 就是我們整台車的外觀部分要全部做烤漆 烤漆完了之後還有我們看到前檔 前檔風玻璃已經有兩邊破裂了 那這個會把前檔整個換掉 還有這檔風玻璃的右下角跟左下角的部分 鏽石我們到時候會做整個的補土還有烤漆 那另外最重要的 剛剛在開的時候啊 有那個啵啵啵的聲音有沒有 那就是我們底下的M檔公已經壞掉了 已經破裂了 那這個全部加起來零零種種 加上我們最後的大美容 大概我們預估要花的金額大概會落在 兩萬五千元 好那非常重要的時間 這台車到底是估多少錢呢 公布證券答案 我們這台車估的價格是 11萬 11萬 不是41萬喔 是11萬 已經買不到了啦 對這已經買不到了 因為這台車出產的日子呢 是從1999年到2008 那這台是2007的 已經是末代啦 末代車 已經是末代車 所以我們也可以算是非常 針對稀有的國伯啦 好 那這台車全部整理完之後 加上我們估好的價格以後呢 我們這台台面上的台價呢 約會開在23萬8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那記得要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隨時要關注我們的頻道喔 如果你加裝有任何要估價的車 有任何的問題 那請記得私信我們的小編 我們最快的速度幫你處理 OK 掰掰 可以不要每天都一直跑嗎 來吧 來吧 來吧